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我们接着来讲二战期间的南斯拉夫 上次我们说到,由共产党领导的黑山游击队对民族主义武装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游击队的革命政策吸引了大批的平民和革命者 那么清洗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为了大规模的政治恐怖 焚烧村庄,没收财产和随意处决第五纵队分子的现象成为在共产党控制下解放区日常所见 另外呢,游击队还镇压了一切试图独立的军事组织 秋末、铁托以米流腾诺维奇取代了吉拉斯 但是米流腾诺维奇仍然没有能够及时的纠正黑山共产党的左倾错误 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山共产党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共产主义教条并没有关系 而是黑山固有的吉丹主义、宗派主义的传统 虽然米流腾诺维奇能够纠正党的错误 但是他却无力去改变控制着黑山人的传统 1941年底,被游击队以各种名义处决的黑山人数目超过了死于意大利战领军枪下的人数 到了12月到次年的1月 军官们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的微妙 12月中旬,尼克西齐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和游击队一面相互指责,一面进行谈判 次年1月底,拉西齐的部队在俘虏了几名游击队的战士之后将其放回 与此同时,斯塔尼西齐上校也维持着和游击队的联盟 最后呢,黑山共产党的红色恐怖和极端的政治宣言,彻底撕裂了黑山的抵抗阵营 将黑山引向了内战 1月到2月的短短47天之内,游击队带克拉辛屠杀了300名平民 将他们的尸体肢解之后,抛到了被他们称之为狗坟的万人坑里 这彻底激怒了黑山人,他们加入民族主义武装,要求打击共产党和游击队 2月8日,黑山共产党在尼克西齐的奥斯特洛格修道院里召开了会议 宣布建立黑山解放委员会 会上,共产党宣布,黑山是苏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黑山民族主义者中的温和派 在1941年下半年,一直和游击队合作 并对共产党和游击队态度温和的斯塔尼西齐上校 一改其态度,宣布在他控制的地区内打击游击队 至此,黑山的抵抗阵营全面破裂 那么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的起义阵营破裂的原因 也和黑山非常类似,都是起源于军事和政治问题 拨黑相较于黑山,宗教民族矛盾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尖锐 所以这里的抵抗阵营的破裂,还受到了双方民族政策分歧的影响 而且抵抗运动也同时受到了切德尼克和南特拉夫共产党 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关系破裂的影响 从整个克罗地亚独立国来看 抵抗运动阵营的破裂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双方边打边谈判,热战和冷战相交接 最后在1942年夏季,演变成了全面的内战 破裂是从军官与共产党的分歧开始 以民族主义者向外部敌人寻求保护 来打击南共游击队为标志,代表着彻底分裂 下秋之际,薄黑地区的其阵营内部发生的第一项分歧 就是解放区政府的管理问题 9月4日,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在萨拉热窝的解放区内 商议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 会上呢,共产党坚持将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交由共产党控制 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 后者反对否定君主制和建立人民政府 要求恢复原有的管理政府和宪兵队 因此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 丹吉奇和托托洛维奇都认为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必须尽快扩大民族主义武装队伍 阻止共产党的壮大 到了秋季,游击队开始在切特尼克的控制区内 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宣传部门,并且开展革命 丹吉奇对游击队在后方的行动很是警觉 他要求游击队停止共产主义政治活动 10月份,东波斯尼亚的抵抗阵营开始因为军事问题而初步分裂 10月24日,切特尼克和游击队联手解放了罗加地查 切特尼克因为游击队占据了罗加地查联合指挥部职位的多数席位而不满 所以他们在罗加地查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 拒绝接受游击队指挥官的命令 与此同时呢,由于游击队缺少军事人才 军官们渐渐的在军事上就控制了游击队的部队 10月下旬,福克曼的围棋从塞尔维亚返回东波斯尼亚 结果他发现当地的切特尼克完全在军事上控制了游击队 不断地有游击队的士兵转向切特尼克,所以他紧急叫停了双方的合作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官方的诱导 所以很多人认为切特尼克和游击队的分歧之一 是双方在民族宗教政策上的矛盾 切特尼克憎务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 而游击队呼吁民族团结友爱 但是从真实档案史料的研究来看 宗教民族分歧并不是起义阵营破裂的主要原因 达尔地区的意大利军队报告中 就说切特尼克和游击队都在依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宣传 从1941年到次年初 游击队的宣传口号通常都是 所有斯拉夫人团结和手足情义万岁 自由南斯拉夫万岁和塞尔维亚民族团结万岁 宣传中很少提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 甚至当时有些游击队的指挥官还威胁当地的国民警卫军 所以他说我向你保证你们没烧毁我们的一个房子 就会有十座穆斯林的房子会被焚毁 不管铁托时代的史学家们如何的开脱 但真实的情况就是东波斯尼亚的游击队向塞尔维亚人宣传民族友爱 但是收效甚微 1941年秋 游击队认为大塞尔维亚主义对于长期身处尖锐的宗教民族矛盾中的塞尔维亚人的吸引力 是他们所不具备的 一旦游击队就此妥协 就会疏远占波斯尼亚一半人口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 如果放弃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 就等于把游击队交给了切尔维亚 尽管游击队竭力的宣传 但大多数穆斯林依旧只信任乌斯塔沙军 并且要求向塞尔维亚人复仇 同时呢 由于游击队部队欢迎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 大量的塞尔维亚农民也抛弃了游击队加入切尔尼克 因此游击队再次将宣传调整为迎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 秋季民族主义者和游击队的关系 因为难以解决的政治分歧而不断的恶化 10月15日 铁托派大量的游击队前往波黑 开展谴责米哈伊洛维奇的宣传活动 要求在全波黑人面前揭开切尔尼克的真面目 10月16日到17日 游击队和其他非共产主义武装编队的指挥官召开了会议 共产党在会上下令消灭试图破坏抵抗运动 并且试图挑起内战的敌对分子 这其中就包括丹基奇等民族主义武装的领导人 游击队将丹基奇谴责为叛徒和第五纵队分子 切尔尼克当场就离开会议 为了和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相对抗 非共产主义者在11月17日建立了临时政府 由丹基奇 托托洛维奇 巴比奇等人负责管理 不过尽管双方存在着政治分歧 但是脆弱的军事联盟还在维持运转 双方领导层中都有类似巴比奇和克拉克瓦茨这样的温和派 他们仍然在极力的沟通相互的妥协 12月13日 丹基奇和游击队再次签订了军事协议 进攻克里巴亚河谷的乌斯塔沙军 17日 联军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 解放了奥罗沃 大量的游击队员在解放了奥罗沃之后 加入了切尔尼克 游击队中的罗马尼亚营 甚至是全员投奔了切尔尼克 12月底 一名游击队员说 虽然丹基奇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军官 但他也是一名随时准备和游击队合作的抵抗将领 那不久之后 塞尔维亚的切尔尼克和游击队进入波黑 这就彻底挑起了波黑的内战 1941年底 东波斯尼亚的抵抗阵营 完全在政治上分裂了 但丹基奇这个时候 仍然认为最大的威胁 还是乌斯塔沙和穆斯林 他不想和同为塞尔维亚人的游击队内战 年底 米哈伊洛维奇的军官抵达波斯尼亚 加强了当地的反共产主义的情绪 第二年1月 铁托率领塞尔维亚游击队 进入到东波斯尼亚 这就正式拉开了波斯尼亚内战的序幕 1月17日 铁托将南斯拉夫专案委员会 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地区委员会合并 谴责东波斯尼亚的各切勒尼克作战指挥官叛国 第二天 铁托就宣布建立志愿军 进攻切勒尼克 以及一些拒绝加入游击队志愿军的独立的起义部队 2月19日 黑塞哥维纳游击队逮捕了托多洛维奇 当天就以叛国罪将它处决 至此 波斯尼亚内战全面爆发 我们再来看看 内战彻底爆发之后的情况 1941年秋 内战在黑山北部 率先爆发 游击队进攻了巴雷地区的拉西奇的部队 随后呢就夺取了切勒尼克军官 威斯克维奇少校所控制的里亚瓦利耶卡 12月初 游击队进攻普雷弗利亚惨败 12月20日 九里奇 谎称得到了米哈伊洛维奇的亲笔日命书 宣布忠于国网反对游击队打击穆斯林 来维护黑山的秩序和稳定 几天之后 九里西奇组织了1000人的切德尼克部队 进攻巴雷勒地区的游击队 1月底 九里西奇沿着普雷弗利亚的高速公路击退了游击队 成功的控制了该地区 克拉辛的民族主义者 请求九里西奇 帮忙驱逐该地区的游击队 摧毁游击队在黑山东北部的最高指挥部 九里西奇接受了这个请求 2月中旬 九里西奇的部队向巴雷地区进军 下旬从游击队手中夺回了克拉辛 马塔沃舍和里耶卡 黑山游击队最高的指挥部 紧急动员组织部队 对抗九里西奇 但是被九里西奇所击溃 大部分的游击队士兵在战盘之后就加入了切尼尼克 3月初 内战的规模扩大到了整个黑山的北部地区 3月上旬 南共游击队紧急动员 计划消灭九里西奇的切尼尼克 3月中旬 游击队组织了1000人的队伍 进攻九里西奇部队所在的克拉辛 20日 九里西奇率部队反攻 大败游击队 至此呢 九里西奇统一了黑山北部 并且向中部扩张 游击队进攻普雷夫利亚失利 和左倾的错误 使得共产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遭受了双重打击 两个因素促成了切尼尼克 在黑山北部的胜利 那就是共产党在红色恐怖时期的暴行 以及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模糊不清 再往前面提到的游击队召开会议 宣布黑山是苏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 民族主义武装中的温和派 斯塔尼西奇上校也宣布反对共产主义 打击游击队 很快 斯塔尼西奇和九里西奇就共同打击 黑山共产党的游击队达成一致 5月13日 斯塔尼西奇和九里西奇会面 协调双方的军事行动 根据作战计划 斯塔尼西奇率领部队 从尼克西奇向北进军 九里西奇从克拉辛向塔拉河进军 驱逐黑山中部的南国游击队 月底双方顺利的会师 然后联手打击黑山境内剩余的游击队 6月初 游击队在切勒尼克的加工之下 只能向皮瓦和乙西撤退 6月24日 游击队最高指挥部决定撤出黑山 向西波斯尼亚长征 至此黑山内战结束 切勒尼克控制了黑山的北部和中部 并且和南部的绿党达成了协议 竟然控制了整个黑山 我们再来看看克罗地亚独立国 1942年1月 德军联合了乌斯塔沙军 围剿东波斯尼亚的所有抵抗组织 切勒尼克和游击队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军 放弃了各自的据点 逃进森林 铁端下令避免和德军正面交锋 并且把游击队的最高指挥部 潜入黑山 三月份 德军异军 以及乌斯塔沙军 决定再次镇压 东波斯尼亚一切 起义势力 并且制定了代号为 三重奏行动的作战计划 行动前 意大利第二军的司令 罗亚特将军 坚持区分 东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 他要求不打击切勒尼克 使其在轴心国联军 消灭游击队的过程中保持中立 那么克罗地亚独立国 担心意大利人 用东波斯尼亚的管理权 向民族主义者石恩 来换取东波斯尼亚切勒尼克的好感 帕维利奇决定在异军部队 抵达东波斯尼亚之前 先消灭丹基奇和切勒尼克 三月底四月初 乌斯塔沙军进入了东波斯尼亚 丹基奇的主力部队 同时受到了乌斯塔沙军 和游击队的夹击 游击队在切勒尼克 和乌斯塔沙作战的时候 袭击了切勒尼克的后方 墨西洛维奇 在给米哈伊洛维奇的报告中 明确提到 二月底 游击队趁着切勒尼克 和乌斯塔沙交战 并且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 突然进攻切勒尼克的后方 导致切勒尼克战线全部崩溃 三月八日 游击队再次趁着切勒尼克 和乌斯塔沙作战的时候 袭击了切勒尼克的指挥部 导致切勒尼克损失了包括六名军官在内的 五十四名切勒尼克 三月十六日 游击队在攻陷了米里茨地区的切勒尼克作战指挥部之后 处决了所有的切勒尼克军官 根据四月二十八日南共波黑地区委员会的统计 游击队一共处决了五百多名切勒尼克的指挥官 在这种夹击的态势下 四月底 丹吉奇的部队陷入了四分五裂 克罗地亚人再次控制了德里纳和以西的 弗拉赛尼查 布拉托纳茨等城镇 而游击队则接管了各个乡村 托托洛维奇被游击队处决之后不到三个月 丹吉奇就被德军俘虏并且押送到了德国 至此 东波斯尼亚以军官为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彻底崩溃 游击队在接手了东波斯尼亚之后 调整了政治路线 开始在其控制范围内 清洗意识形态上的异议分子 其中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者 游击队的这种政治清洗 自然就激起了游击队中 非共产主义成员的不满 他们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 在破坏塞尔维亚人的团结 而农民们同样也反对共产党 非共产党成员纷纷退出游击队 令建部队和游击队对抗 东正教的教师 教师和政客 纷纷崛起 成为这些部队的指挥官 5月中旬 游击队被非共产主义武装 驱逐出了东波斯尼亚 夏天 米哈伊洛维奇抵达东波斯尼亚 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 至此呢 东波斯尼亚再次建立起了切特尼克运动 但这次运动的基础不再是军官 而是反乌斯塔沙 反穆斯林 和反共产主义的波斯尼亚平邻 这些队伍 普遍独立 分散 而且缺乏纪律 只是松散的地方自卫武装编队 一旦和轴行国 还有游击队部队正面交锋 就会一打即散 那么面对以切特尼克为首的民族主义武装 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这种激烈内战的情况 周新国的占领者们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